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联圣伙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209集的播出 在这里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跟大家拜个晚年 今天是大年初二 有些人就回娘家了 今天呢 师母跟她的娘家的亲戚朋友一起聚餐 还有今天师尊终于写完了 第四本关于叉叉的书 鬼与这个鬼的总本山 哇好好看 里面有透露在这个叉叉那个精英府 里面进边地狱师尊看到了谁 等一下呢 人多的话再跟大家介绍 鬼的总本山里面有什么 哇我看了 看了真的是 因为我是负责要把这个档案抓过来 然后以后会挂在这个真佛伯瑞杖 对不对 应该真佛伯瑞杖很快就会把这个消息公布 我只是在嘴巴上跟大家讲一下而已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播放我们制作的洪财神心咒 请请欢喜天王 洪财神 还有根本传上师放官 祝大家花财 宝财神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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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因为是换新的脸书 怕有些人还没有上来 所以我先把这个讯息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转贴到一些社团 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讯息 还有谢谢大家 还有看看分享 分享到一些社团 今天你们有去哪里吗 祝福祝福 再分享一个色图 我们又回到前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 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南风立说 忍入功夫 我要向师尊多多学习 然后Lisa John 上次唱歌很感动 也跪下来祈求积木 因为上次我们带大家 唱姚思心如的 明阳明说 师尊文字有一个故事 有提到一个故事的 那张宗是说 有一个歌星被毁谤 然后但是在毁谤之中 自己去觉悟 然后一直在努力 后来又闯出痴迷度了 明阳明说 要让道心坚固 有一招 就是认识的心中 三十万变 一切心力无所不过成就 然后 Julia Shere 很惭愧 自己不是很精进 然后忏悔 大家都要忏悔 慧宜说 无所谓 真的是要拿捏得很准 如果无所谓 但是太随缘 就很随便 Lisa John 幸好一直以来都听别人评论师尊 但是自己有智慧去判断 有些事情要解释一下 然后接受不接受也就随便 洪居豪说 真无的人既然无我 何来圆区 那领悟究竟圆满的人 才是真正的无所谓 这个是上一次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两篇文章 我们的心得 好 快乐 洪财神 明天请记得 参加大年出山 出山台湾雷藏室 师尊 亲自主持的洪财神法会 这次不知道谁要中奖 谁要中头奖 我看师尊 那个前面那个经典 经典要多好几条 对不对 一定要参加 那明天呢 听说有贵宾要来 那师尊大概 这个十点 十点多一点 他就到台湾雷藏室了 如果你有方便 可以早一点出门的话 也不用怕 不用跟人家塞车挤在一起 欢迎提早到台湾雷藏室哦 我们来看看现在 哪些同盟在线上 自从我换了新的脸书 好像也没有吃亏 很感谢师尊 瑶子金母 还有佛菩萨 我们的财神的加持 我都看到有些新的名字的同盟 李约瑟 洪慧琴 Happy 有的是在线上看不一定有留言的 李祥云 Michelin 我这里有看到 我就念你们的名字 哇 Julia Schaer说 哇 好好听的歌 Andy你好 第一次看到你留言 林一家安家 李Michel NROO 槟城的 Julia Schaer 又念一次 蔡元芳 Diamond Henry Go Olon Boree Grandreven Christine Go 还有Julia Din Hoon Karen Lo Julia Schaer 今天还有两位上师来 你们猜是哪两位上师 印尼的莲祖上师 还有新加坡的莲佑上师 我还看到了莲英法师 因为今天的脸书有天尼 跟小溪地的土灯活 活泼小溪地的照片 我觉得你们的照片贴上来 一下子大家就按赞 谢谢你们 林静心 莲花佑 还有 炎秀 浩郎 浩郎 上次有个妈妈说 浩郎 有在关心浩郎 是不是你 她孩子好像生病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 银年券 还有 Diamond 张中 红微风 第一次看到你留言 古坤富 大家新年快乐跟锋利 你们可以恭喜发财到12点多 乙兴 亮亮 哇 我这次这个大年初一见到乙兴跟亮亮 亮亮是师兄 也是啦 小狗师兄 亮亮记得我的声音 对不对 亮亮很可爱 亮亮是一只鸡娃娃小狗 熊莲 东 东 康 是不是 黄元 浩郎 还有谁 哇 还有好多同伴 新牛铃 四川家 水莲 今天带我家的旺旺旺旺 去海边看海 吹风 哇 你们有没有修金毛笔法 有的请几手 有 对不对 早上初一或者初二 如果没有的话 就初十五十六 面向东方 早上七点面向东方 对不对 走七步 然后拿着毛笔跟墨 喊财神到我家 然后再回来 然后在你家的财库会写 旺旺旺旺 有没有做 有没有记得 每年说以为今晚没有读书会 刚才突然看到通告 今天干共 没关系 对啊 我今天也是在 今天那个 同门都有来朝圣 中午是那个师母的家人 回娘家大聚餐 那晚上又有香港的同门朝圣 所以忙到现在 等下再跟大家报告 我先看还有谁 吕长川 娟亚帝 你好 是张志坚 张妙柔 台湾的同门太幸福 对 李佩霍 俊雄 北京店 香梅 可爱的上司 文沙舵 Carol 李佩霍 江良 李佩瑟 巴令 看到了 洪慧琴 哇 我告诉你说 亮亮要叫她是师姐 亮亮不是男生的名字吗 亮亮师姐 水莲 好 好多人都在新年快乐 大家都好开心 你们今天新年过得怎么样 还有天宝 你好 那今天就是中午师母的家人的大聚餐 师母的家人非常的齐心 还没有聚餐的时候 他们就在他们的那群组在讲抢什么 他们在抢一样东西 你知道抢什么 抢付钱 今天这个大聚餐谁付钱 你们有没有看到说 家里的人聚餐 然后谁抢着付钱 师母的家人每次都抢着付钱 结果师母说 别吵 今天的聚餐是由我来付 就由师母本身来付 大家都很尊敬她 就让她那个师母付 然后聚餐的时候 师尊师母 每个人就发大家一个一个红包 闲话家常 然后聚餐完之后 师母的家人 还来到师尊师母家 然后就准备水果甜点招待 今天师母穿那个红色的旗袍 印尼的一年一次师节 印尼的四位师节 也特别从印尼定做了那个红色的旗袍 他们去年就讲说 好像上一次就讲说 要穿红色旗袍 真的讲了他们就守信用 真的就准备了红色的旗袍 还有美国的师姐也过来 然后晚上是香港的同盟 不过呢 还有个今天动地的大消息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 那个礼拜六 礼拜六上一次大年初一 对不对 昨天前天 昨天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了今天是礼拜几 对就昨天嘛 师尊在台湾雷藏寺 对不对 大年初一 弥勒菩萨法 师尊有没有跟一个人 斗雷咪 叉叉说师尊只有活到73岁 而且讲了八年 结果师尊74岁的第一天 他就嗆家了 对不对 讲的根本就不准了 而且一个人这样子 讲自己的师父这样子 对吗 师尊呢 今天大年初二 就完成了第265册 鬼的总本山 鬼的总本山 禁边地狱 里面有写到很多资料 哇 太厉害了 我觉得那本书 应该是像 这个如果一旦印制出来 或公布出来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轰动 你们知道里面讲什么吗 我偷偷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里面讲说师尊到了 禁边地狱 禁边地狱 就是从叉叉 那个贪成痴的心所变化的 禁边地狱里面 见到了哪些同门 哪些上师 还有上师 还有同门 还有法师的魂魄 那个法师在人间还活着 可是他的魂魄 已经在禁边地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里面是什么情况 然后呢 里面的五个头目 五个鬼头目是怎么对付师尊 但是又被师尊给他一一的灭除 但是灭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这个叉叉精英虎 对不对 什么时候会完全消失 完全把这个结解除消失 然后为什么叉叉会到真佛中来作乱师尊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因缘 告诉你 真的有过去式的因缘 想知道吗 不能讲不能透露 赶快敬请期待这本书 鬼的总本山第265特 大概明天还是什么时候我会发一个信息 就是很感谢我们在这里是很感谢我们的根本传上师 那么辛苦的写下了这个对不对 这个文集 鬼的总本山 让你们更知道更多 而且这个叉叉的东西还很 资料还很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写下一本 哇 已经说鬼的总本山 台湾的那是在买 新加坡的同盟 Celvertree Yen 你好 爱婷 Jiming Yor Vong Ganny John Julia Share 蜜蜜 Julia Share 昨天有看到你很高兴 杨文章 你们读书会的网友 如果有在台湾那样是看到我 麻烦叫我一下 我要认识一下你们 Susan Jarre Donny Kevin Lowe 洪威丰 我进来看直播也留言很多次 第一次听到上次念我的名字好开心 我要念你的留言 谢谢你来 要常常来 那明天大年初三法会 我就没有办法直播了 然后大年初四 接下来应该可以 那但是呢 在大法会的时候 还有大法会 密集金刚大法会 皇帝量是大法会 那个就没有办法直播 那有时候 大法会晚会有上师会议有两天 我也没办法直播 看情况了 到时候会跟大家预告 对哦 朱慧熊是印尼的对不对 吃咖啡的 年初二快乐 在年初一的清晨 得了一个梦 我帮朋友清洁玻璃窗之后 我出现身上穿了一件大袍 而我的双手沾满泥巴 我用水喉 开了水 所以我把泥巴清除了 除旧不新很好 清静很好 爱庭 张樱花 大家都不断的留言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哪一个文集 无所谓的智慧 有一篇文章叫做快活的过日子 对不对 我们除了过年快乐 还有平常也很快乐 快活的过日子 所以要学习师尊 无所谓的智慧 对不对 无所谓并不是很刻板 也不是很严肃 甚至戒律 甚至戒律也不是无比严格的事情 也有别解脱的方法 有很多东西都是介力之外 还有他的那个超越的方法 那有件事情 师尊想跟大家提的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说有一位天主教的道士 然后他在这个孤单的孤岛上 过着非常严酷的 非常严格的那种修道的生活 那这位修道士呢 以前是在马戏团 做什么 他在做杂耍 那修道院呢 只做什么 读经礼拜 祷告静坐 有一天修道士就捡了一个球 他就想起了 他当年在马戏团 做杂耍时的情况 他就用两只脚在玩那个球 那他对这个天主教 天主玛利亚 玛利亚说 我一生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马戏团的杂耍 因此我没有供养玛利亚什么 我就表演道理 然后玩球这样子供养 然后呢 他常常在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玩这个球 杂耍来供养他的祖尊 玛利亚 结果呢 竟然感动到玛利亚 从坛城走下来 还给他磨顶 还给他灌顶 还给他加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那师尊就把这个故事 在文章的一开头 第110页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什么叫做学习 什么叫做供养 你在供养的时候 万一你只会这样子的东西 这种供养 也许更是比别的更珍贵 供养在于自己的一个真心 你会唱歌 你要不要唱歌供养 你会跳舞 要不要跳舞供养 然后你们还会什么 会画画 也会画画供养 所以这个天主教 他只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简单的供养 竟然感动了祖尊 那帝你好 Ebron Lee 还有Risat Ross City P.H.Bone 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合掌 把我们的师尊文集读书会 供养给师尊 供养给阿弥陀佛 供养给红柴神 还有供养给 所有的佛菩萨 护法诸天 所有的金刚 龙天护法 所有的来参加的同门 也是一种供养 你们的留言 也是一种供养 将来你们读师尊文集 所有的留言 所有的心得 所有的贴师尊文集的在脸书上的 都是一种供养 我觉得 我们在网路上有些同门 他也会做什么师尊的图 对不对 找照片很漂亮的 然后就写 把师尊的金句 就这个很漂亮的摆设 然后变成金句 大家再转贴 这个也是供养 不但供养师尊 还供养佛菩萨 不过你们要挑 比较正面的照片 不要叼那个脸 那个脸 脸比较 因为有时候有些 瞬间的 他这个表情 所以这个 拍选照片的人 也是要非常的注意 不过大部分人 选的照片都还不错 那个也是一种供养 哇 Happy New Year 这个是谁 JJ Karista 对不对 Happy New Year 灰君 上司 I miss you Thank you 就要说 以前都以为供养 需要很多很奢侈 但现在知道 供养在于真心 不在于物质的多少 对 自己的能力所及 对不对 我很喜欢吃花生糖 我就把整盒花生糖就供养 对我不杀 对不对 所以 你只要是那种很欢喜的心 就像在读书会现场 你的这种留言 赞美师尊 赞叹师尊 对不对 或者同门贴的那个贴文 里面有师尊的金句 你就赞叹师尊的金句 能够赞叹 让大家去生起伐喜的心 都是一种供养 所以 刚刚讲到说快活的过日子 这位天主教的修道士 对不对 他在一个很严峻的 非常没有什么欲乐的那种 孤岛上修苦修 还是修苦行 但是呢 自己很谦卑 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会 但是也想要说自己的专长 是这个踢球 对不对 哇 他这个正踢 反踢 倒踢 这样子供养他的本尊 对不对 圣母玛利亚 反而感动到 祖尊给他摩顶加持 所以呢 供养没有大小 但是新专一最重要 Raymond Yong 你好 上司Happy Chinese New Year Jong Chen 王国会 好 所以呢 师尊呢 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师尊讲 我读了此段的文字 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修行不必 不苟言笑 什么叫不苟言笑 不跟狗说笑话 叫不苟言笑 不是啦 这个该庄严的时候 还是要庄严 但是呢 为了要更接近众生的时候 你看师尊 走在台下 对不对 跟小朋友 抱着小朋友 对不对 因为师尊这个年纪 也是阿公 祖父的年纪 看到小朋友 好像看到孙一样 会抱抱他 有时候会亲亲他 有时候 小孩子被师尊一家子 我听说 那个马来西亚 南马有个小女孩 非常的 比较娇 比较娇贵 这个父母都要听他的 结果呢 有一次 好像说 父母来朝圣 把这个小孩 带给师尊 师尊时抱他 亲他一下 就像祖父 在亲孙女一样 给他加持一下 这个小女孩 回去之后 性格竟然变了 变得很乖 然后呢 再带过来 再给师尊加持一下 一次又比一次乖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事情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不对 哇 谁啊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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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i Ann Jessica 阿米安 布丁奴 阿爸 有些是来自印尼的 对不对 Salamatahunbaru Darikwa Lunpo 你在吉隆坡 是不是 那我是在台湾 Saya Dari 台湾 台中 Salamatahunbaru 就是那个新年快乐 对不对 是不是 Mai Kolin da Jung 我不知道名字有没有给你念错 好 再来就是 所以 我觉得修行不必不苟言笑 要将自己的天赋 把它表现出来 供养不是千篇一律 你会什么 你就供养什么 这个才是修行的调味品 所以 人不要比人 人比人是气死人 你要比他什么 你应该往自己里面看 如果你重视自己学的东西 你反而把它学得更精 而不是比别人 比文采 别人家写作 自己因为也没有常常写作 就比来比去 就会觉得自己很挫折 可是呢 你很会 摘金子 很会摘莲花 或者很会做家务 对不对 有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在兴趣里面去发掘 很多兴趣里面去发掘 你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说有这样子的 那你这些兴趣把它做得很专精 有时候你是不会输给别人的 所以修行呢 也是要有上品的调味料 在传承及戒律之下 我们都要善家的运用 可以用优雅的及幽默的 只要不失礼什么都可以嬉笑 一笑解千愁 今天有个同盟说某某谁有忧郁症 是不是说他最喜欢看什么 周星驰的电影 我也喜欢看 汤波蝴点秋香 笑死了 还有神龙叫 为什么 因为看一看就笑一笑 哈哈笑就笑过去了 当然我现在这个 在这里是都没有电视机的 要的话只有网路 回来也是赶快就网路就上直播 也没有时间 早上起来就吃个早餐 看一下新闻 然后马上就上班了 时间就排得非常的充实 不过就是说 人总是要找自己 让自己快活的方式 可是快活方式不能犯戒 你说快活 吸毒算不算快活 对不对 赌博算不算快活 你输钱的时候就不快活了 对不对 你快活的日子 但是也要懂得戒律 不能够放纵 所以师尊讲说 一笑解千愁 师尊主张有一些很好的活动 很好的运动 什么 像可以游泳 我们师尊的游泳很厉害 以前我听俗马讲 师尊小时候 师尊小时候 他那个好像说邻居去郊游 对不对 然后就是有带师尊去 那师尊好像邻居 邻居他没有开车 然后师尊就后面好像用跑的 才跟着邻居到了海边 到海边 哇 师尊游泳可以游很厉害 怎么游怎么游 他的游泳技术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们只知道说师尊写作 对不对 画画 他还有他的游泳专长 其实师尊唱歌好不好听 我觉得师尊唱歌 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嘛 对不对 艺术有包括写作啊 画画啊 诗啊 这个写这些 诗啊 文章 这个都是艺术的范围 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是自己内心心灵的展现 我发现师尊在唱歌的时候 非常的温柔 对不对 有时候他唱什么 天天天蓝 对不对 天天天蓝 叫我不想他也难 哇 师尊唱得非常的温柔 然后让你觉得说 哇 有这个师父 好像是一个很很贴心的 一个慈悲的父亲 然后一直他的法流价值 一直在你的身边 让你觉得说 你这一生是很值得的 我的师父 他唱歌 他这个有时候 如果你们有去西雅图 接下下半年 对不对 五月以后 五月不知道几号 以后 师尊回西雅图 那你们去西雅图 亲近师尊 对不对 有时候师尊也会唱歌 然后也会 陪着同门唱一些歌 你们就会听到师尊唱歌的声音 真的很棒 所以呢 还有什么跳声啊 打羽毛球啊 踢足球啊 单杠双杠 单杠双杠很难 可是师尊是蜻蜓点水 拉双簧 垂九十度 哇 他师尊主张画画音乐戏剧 这是相当平易随和的表现 有一点点时间 会有神奇迷人的效果 所以师尊呢 他不但是佛学 佛学非常的雄厚 修法真量非常的雄厚 我觉得他还是很懂得生活的人 所以不是说修行 不是千篇一律 是你懂不懂你自己要怎么样来生活着 新年快乐 对不对 Mirri Soul 还有陈和生 Sindy Lai 新年快乐 还有乙琴说 昨天跟亮亮 听到师尊唱歌 哇 亮亮特别乖 亮亮好可爱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会越做越快乐 越做越开心 其实只是默默做也会满足 要先忘 好 还有所以师尊讲说 我虽然过着严肃的修行生涯 但是我喜欢听笑话 喜欢爱说笑 我们为什么要板着一副死面孔 你看嘛 师尊佛法开示 就讲那个 每次佛法开示都会讲笑话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那个师尊在讲话的时候 会 他的开示说法 跟别的大师在说法的感觉 还有那种气息完全不一样 很轻松 也很会用比喻 就算师尊在讲笑话 里面也有残疾 也有佛法 所以他出了一本书 这个笑话中的残疾 你看哪几个师父 像我们师尊这样子讲笑话的 对不对 他笑话里面也有佛法 而且他本身他的开示里面 他把正量的东西也把他讲出来 讲得非常特别 不过我告诉大家 这本新的书 《鬼的总本山》 真的是师尊他真实的神游 他真实的正量 进到幽民界 他的那个静边地狱 然后看到了整个像 然后整个风貌 师尊都把他写得非常的 而且每个细节都交代得非常的仔细 我看了非常的惊讶 很想这个今天看了一半 我跟师尊讲说 师尊你那个我看了一半 因为我要检查 要处理一些档案 师尊说 哇 对不对 写书写一个月 然后看一下 当然 因为我为什么要 我要抓一些资料 才能够在读书会的时候 大略性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然后有空的时候 会把这个相关的讯息 发布在我们的新闻 新闻网路上 让大家同瞻伐喜 所以呢 师尊讲 人生的苦怎么样 要化解 所以不要扳着一副十脸孔 十面孔 人生的憎恨也要化解 人生的情绪要化解 我喜欢哈哈哈哈大笑一番 不管是可厌的 可喜的 全部是一笑置之 这就是我从来不 不懂得防备他人的原因 所以我不管他人 居心可在 偏向可方 所屠的合适 全部加以防范 当然我也知道 有些人虚伪 虚伪虚假 有些人素行多失 就是说 有些人是假假的 跟你在一起 对不对 有一种叫双面 那个鬼的中本山 里面有一种鬼是 好像是两个脸的鬼 为什么 因为他在师尊的面前 禁师 强调禁师 在后面是骂自己的师父 虎伪是这种双脸的一种鬼 你们去看 有些看这本书就知道了 所以我师尊看到这些弟子的虚伪不实的 他仍然修弟子 就算将来我吃大亏了 损失很大 出了大楼子 他人反噬我了 他人造师父的反 弟子攻击师父 我仍然快活的过日子 嘻嘻哈哈 我觉得这个 最有资格讲的 还是我们的根本传上师 他历经了人生的各种的波折 然后他能够最后讲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 而且就算人家在欺负他 在欺骗他 弟子在后面欺骗他 他有一次开始他讲说 他知道是弟子在骗他 故意给他们骗 所以你知道说 你自己的师父是怎么样 不要把这个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 师父都不揭穿 就以为可以蒙骗过去 师父还是过他快活的日子 但是自己所犯的因果将来怎么算 这个就是简单 跟大家介绍这篇快活的过日子 好那下一篇 我看看还有谁 吕春美 Yolotus Linja 好期待鬼的总本山 对不对 还有这个苏人助教你好 鬼的总本山 师尊今天刚刚写完 会由这个 Jain for Borei 帐来公布 然后大登文化会印制 什么时候出书 就尽情期待 下一本书是那个 那个什么 名字忘了 我还是继续介绍 知足及无所谓 那这个第一百一十四页 这世间何以如此多的祸端 祸端从何来 灾节从何而治 困恶从何而生 师尊常在想这个问题 这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 人跟人相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 国家跟国家相处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团体跟团体这样子不是都很好吗 为什么会纷争呢 师尊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他终于知道了三个字 什么三个字 不知足 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介绍诸天的阶梯 对不对 大概在第145集 那几集左右 对不对 里面有知足天 那个是在玉界天的里面 都率天是知足天 所以如果活着的时候不知足 连玉界的知足天都没有资格上去了 知足很重要 所以师尊讲 大家想想国家为什么会起账祸 因为不知足 家庭为什么会起争端 也是不知足 有了钱想又要再多钱 因为钱而惹祸也是不知足 有了名各要更大的名 因为名而惹祸也是不知足 有了漂亮的太太 又希望有别的小姐也是不知足 所以这个曾经有人讲 人心不足 蛇吞象 那个蛇小小的 他想要吃比他更大的 就是贪心不知足 结果吞了象之后 肚子爆开 所以师尊讲 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都是不满足的 多了要更多 已经很多了 但是人娘要很多 这全是不满足的缘故 这世间的斗争 嫉妒怨恨仇恨 全部是不满足而来的 如此祸端就生出来的 坦白的说 我对这一生太满足了 你看师尊 他看这个世间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子 他是阿弥陀佛妙观察制 他能够去观察这世界的事情 然后对于他自己 是怎么去解脱的 他把自己的生活上的经验 他心灵上的超越 跟大家分享 原来无所谓的智慧 要讲无所谓 还要有一个知足的心 那看还有谁 Megangangang 对不对 莲花银 简简单单 我很知足 对对 加一力 新Q令不知足 是因为贪求 什么都要 对呀 仪欣说人怎么会知足 年终当奖金 当然越好越好 Lisa John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太过提防也是很累 只要不过分也便可以 原因人人都有 有不完善之存在 有善有恶 对不对 郑怜凤 Lin John Yu Lopes 宇美春 哇 东美说自足常乐 对不对 有鸳鸯 有一些新的同门 苏仙John 这个对 可爱的你 来听读书会 所以师尊 他对于人生观是怎么样 在这个世间上 人都是不知足的 但是师尊 他的态度是怎样 他说我对我这一生中太满足了 食衣住行 钱名色 吃的是吃 其实平常就是吃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 那除非有弟子 特别共餐的 师尊不会贪求说 一定要美味 一定要鱼翅抱鱼 一定要龙虾 他不贪求这个的 穿就是喇嘛装 穿 他师尊也不会特别 自己想要买什么衣服 师尊讲 他穿的就是第一品牌 我们这个出家人 穿的就是第一品牌 对不对 住的就是有房子就可以了 车子也是行的 钱够用 名 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修行的行者 色就是无漏 他修到无漏的 更重要的是 师尊讲 我已经明心见性 身心极乐 对世俗一切只有欣赏 而不去占为己有 我善于修炼 一切都不强求 所以当你在对这个 事件上的事情 有个人开了B&W 过来 你会不会羡慕 有的人拿着名牌包包 穿着名牌衣服 你会不会羡慕 有的人自己已经有项链了 看到别人戴的比你更好 你想说下次我也要 可是你已经有了 有些人去百货公司 去买东西 哇这里买 买一大堆之后呢 才发现都是不是自己家里就有 但是看到现场又要买 购物广 有的人一遇到压力 心情不好 就这个买那个买 对不对 真的是你买你需要的吗 其实也是不需要的 可是呢 看到了当下 就想要掏腰包 就想要去买 去好像去发泄一下 所以呢 在师尊 我告诉你 我跟孙师母去逛街 对不对 他们没有说去买东西的 很少很少 除非说有特别的事情 对不对 那那个你看师尊是根本就 这个他看商品 但是他不会去买 因为我告诉你 地址供养的很多了 对 根本就是多出来的 有时候多出来的 师尊师母还捐出来 给需要的单位 有的要见识 有的盖庙 有的要庆祝的 有的要鼓励地址的 鼓励那个很精进用工的地址 他们还常常捐出来 所以他说这东西他根本就是知足的 就要学说昨天才跟一位同盟聊到他最近遇到挫折 就是跟贪有关 但听到他已经看开 希望他真的有看开 好 以兴说反正大家比永远比不完 不过大家到底要比什么 对啊 上次恭喜发财生的健康 所以师尊就讲知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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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写了五个知足 才色名十岁全部都是知足的 所以美好的名声他也不会羡慕 地位也不会去求 金钱自己来去美女也不贪 所以师尊讲 我更不想有更豪华的豪奢 豪宅 根本不想 我更不想有更高价码的名车 根本不想我满足于现状 你看连想都不去想 只想什么 以前圣人讲 君子优道不优品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实在很棒 就是说有才德的人 他只担心自己有没有修道与道相应 而不是担心自己的物质 物质的东西自己勾用就好 因为能够知足才能够进入无所谓 所以无所谓 不是嘴巴讲无所谓 但是这里也不知足 那你也不满意 那你又嫉妒 那你又到处勾心斗角 那个就不是叫做无所谓 所以我这样讲 不是我修得很好 而是我们都去跟师尊师母他们学习 所以师尊讲说他很快乐 我不想博人集结赞赏 他也不想要人家去赞赏他 不过看到师尊 我会忍不住说师尊你写的书好棒 有没有看到师尊啊 对不对 弟子除了讲说 师尊I love you 阿伊斯特路之外 难道你还有没有别的话 来表现你对师父的那种敬爱吗 你有没有想到别的话 对不对 你有没有 有没有人告诉师尊 师尊我读了你的书 无所谓的智慧 让我烦恼解脱 师尊请你继续写书 你的书写得太棒了 让我能够茅塞顿开 让我能够解忧烦恼 让我找到人生的光明路 你们喔 简单来讲说 师尊来写书真棒 对不对 除了讲我爱你 阿伊斯特路 麻烦的家具师尊 你写书真的写得好棒 对不对 鼓励嘛 这个就是请佛转法轮 所以他也不想 让人家赞赏 不过当地主打还是要赞赏 有没有 那个 普贤十大行愿 有一个行愿是什么 称赞如来 好 那师尊接着写说 像我这样的人 圣明就算衰了 他出名 也算是一种灾 灾难的样子 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人 一出名就 会被人家忌妒 那人们不再钦佩我 也无所谓 我越来越平庸 也无所谓 勇气平平 财智平平 幸福平平 也无所谓 没有新的创意 也无所谓 哇 这个没有新的创意 也无所谓 那写书啊 画画啊 这个 就说今天 今天好像没有什么灵感 也无所谓 当然这无所谓 会不是消极啊 这个 那就让自己烂一点 也不是啊 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 不用急于一时 急于一时 就要达到什么境界 有时候修法 对不对 入禅定 已经很精进在修了 可是还没办法入三摩地 怎么样 不要急 你只要入三摩地 你只要精进修法 都是进步 一点都不修 完全都是退步 对不对 那个修 修一点 但是这个 有空就修一点 修一点 那个都还算很勉强 对不对 一点都不修 真的是 这个 没有进步就退步 退步更退步 所以修了 让你觉得说 进步不是很快 你也不要很灰心 因为你看 所以讲说 连没有创意都也无所谓 并不是说 这样子就是悲观的 就是不努力的 他其实是努力的 但是呢 只能达到这种成效 只能达到这种结果 也不会难过 因为自己有努力就好了 所以师尊讲 他很知足很快乐 因为我正得不生不灭之法 也无始也无终 也自然也任运 这个是师尊的境界 所以呢 算是全好吗 不是 算是全坏吗 也不是 我不求全好 我也不会全坏 太苛求人 必有趋妄 就是很多东西 你要 让自己或者别人 要做到最好吗 还是要做到最坏吗 要苛求什么 都是 会破坏 这个社会的秩序 还是 凡事还是自己知足就好了 所以 师尊讲 太顺从 顺从人 也会有弊端 太苛求人 也会有趋妄 对不对 什么事都顺从人家 人家做好的也顺从 做坏的也顺从 那不是跟他一起做坏事吗 师尊讲 我深深明白 贪心不足的人 就像挤牛奶一样 拼命挤 会把血挤了出来 我崇尚自然而然 我无所谓顺利 不管是顺 顺境或者逆境 我都知足 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 快乐的原因 原来这个知足 还包括逆境考验 所以你不要也说 师尊讲 我知足 这个知足 就是好像已经到地头了 原来他有经过逆境的考验 还能够在逆境中 能够定 然后不会怨恨 不会心生怨恨 还是很知足 这个是师尊的精灵境界 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学习 今天比较赶 所以呢 如果有讲的不好的地方 敬请包含 看看还有谁 是 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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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子 修法好像是 再说跟我以前在学数学一样 下次我去签书的时候 要跟师尊讲 师尊 你写书写得好棒 让我有一点一滴的进步 请你继续写书 哇 对啊 这是情传法轮 对不对 这次K-LINE 还有会议 寻求令说 谢谢甘丰丽师姐 我没事了 长时间比较累 睡一场吃 肠胃要好多了 女儿也在复原之中 哇 每月五共团的 谢玉花 张妙柔 GEN CHEN 恭喜八宅 Angeline LISA GEN说 生活中任何都曾经领会过辨识体会一般的经验 能力所及可以 勿过度追求比较 能够活得开心 自然就是最好的 还有 哇 那个 祝早日康复 你们是在讲谁啊 就要写 昨天才跟一个同门聊到她最近挫折的 这个我念过了 还有谁 乙姓说 不会丧失 今天简单的讲 让我也有心得 顺境逆境都知足 坚密 好 乙姓说 真的是这样子 修法好像在跟我以前在学书学一样 要尽力去做就好了 好 那这个明天我们在这个台湾南样式 如果你有来的话 我们就一起见面了 我们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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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ofu Namo Amitofu Namo Amitofu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 今天呢文集的两天 师尊叫我们要天天快乐的 快乐的过准日子 还有呢要学习知足 所以师尊呢 讲活一天 快乐一天 活一天 感恩一天 活一天 休息休息一天 对不对 这句话不是只有口号 是师尊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每天都在做 而且示范给我们看 写在文章上 让你今天我们要看到师尊 原来无所谓的可觉 还要快乐 还要知足 就算在逆境考验上 也要知足 那人生不要比较 只要自己有一点点 这个有进步啊 努力去做 都是一种举止 你说对吗 给师尊 明天是师尊早上 会到台湾粮食 然后大年初四 希望我能够有时间 我会预告 跟大家都是会见面 那再见 欢迎按赞转天分享 阿弥陀佛